中国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技术能够进入到国际市场 这样子来互通有无 但是对极少数 可能被抢脖子的 这种技术和产品 那中国也会做好准备 然后利用几国体制的优势 那把它攻关 而且只要中国攻关成功了 那不仅脖子不会抢 而且从过去的情况来看 什么东西在中国能做 什么东西在中国能生产 然后它在国际上的价格就会非常的低 只要中国克服了 中国能生产的 那我相信中国可以比现在拥有这些技术的企业 国家以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质量 不仅提供给中国自己 而且可以提供给全世界 所以任何想抢中国脖子的仕途 无非是加速中国的进步 以及呢 加速他自己失掉竞争优势